大家好,這次會跟大家分析2023年PAPER1B的第二條 關於Cell Defensation、細胞分化 都是一個比較寬的題目 這一題大家會有一個情況 看著題目,可能你覺得自己懂得做 然後你做了 可能你對文marking,你都還覺得自己是對的 但原來有些復位,你寫完之後其實是沒有分的 這種情況要怎樣處理呢?我們等一下就會分析一下 如果你還有幾個月就考DSE 你需要一套整理好on topic分好的Path paper 教學影片和精讀筆記 而且還有我去WhatsApp解答你溫習上的疑難 歡迎大家購買DSE Bioppa的貴票 如果你是還有超過一年才考DSE的話 可以購買DSE Bioppa的年票會更加化選 今天我們更加會推出一個新的服務 那就是大家如果做完Path paper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都不太確定自己的答案拿不到分的 有時候溫完完,你覺得自己讀熟了 但原來的答案拿不到分呢? 那很多的努力就會白費了 那為了對應這個問題 大家現在做完Path paper之後 是可以傳給我改的 那我會幫你很有針對性地指出你答題技巧上高 要改善的地方 怎樣令你在已經付出了這麼多努力的情況之下 拿到更加理想的分數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面的描述那裡 看看詳情 有份Google Form可以報名的 那當然也都可以 報名之前也都可以WhatsApp了我先 那去了解多一點點 同時我們繼續是會有這個 免費取得季度門票的計劃的 那大家拍片交給我就可以的 也可以看下面Description的描述 最後如果你是其他的課程 有需要的話 無論是A-Level High Depth or Soul 那只要是Life Science 你覺得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找我幫忙的 我們先看看題目 題目就有個Introduction 那它就說 所有的Cell都是來自Stem Cell 即是幹細胞 Stem Cell就是一些沒什麼性格的Cell 就是它是 通常都是貼近圓形 然後就有個Cell membrane 包著Cerebrusum 中間有Nukeas 即是細胞膜 包著細胞質 有細胞核 其餘就好像是沒有什麼其他 很特別的特徵 就不同 Neuron 即是神經元 又或者是一些Rapper Cell 你不會一眼認到它是誰 那它要慢慢在它的發育 分化 即是Defensation的過程裡面 就會慢慢地顯露出它的特徵出來 去執行一些特別的功能 那這裡如果是選了BioCam的同學 Elatib選了BioCam的同學 會有些好處 因為BioCam裡面有一課 就是講Stem Cell 即是Stem Cell Therapy 就是講石膏治療 比較複雜 有些背景 譬如什麼叫Stem Cell 譬如有一個Fertulasic 8 有十精彈開始 它一開始是有能力變成所有類型的Cell 那些凡是它可以再生 可以產生到其他的細胞出來 那些就叫Stem Cell 而很多時候 我們去到 真的分化了 有些我們記住 某些特徵的Cell 例如我先所說的Neuron Rapper Cell 又或者是Muscle Cell 等等 那類的Cell 其實它就不太能夠再分裂 就是產生其他細胞 就好像 初初 可以分枝做其他Cell 就叫Stem Cell 就像樹幹 那你去到 如果完成 真的分化 Defensiate 到最後那個階段 就很有性格 很有特徵 你一看出來是哪個 就像枝節的樹葉 那就是枝葉 所以它就不是樹幹 不是Stem Cell 那基本的概念就是這樣 A-Part就問了 組成Lens 就是眼睛裡面的晶體 它的Cell 它是裡面沒有任何Organel 沒有了一包氣 它就問得比較特別 如果它在Cell形成的時候 那些Organel 它沒有Degrade 即是沒有降解 即是Cell成熟之後 然後呢 就繼續都有一些 譬如有Nucleus 或者有個Menoquinture 有Cinnab 看得到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怎樣影響Cell的運作呢 那這個就是第一部分 那對於一些Cell 在它成熟了的時候 它會 Degrade了它很多部分的Cell type 在Cellibus裡面 主要是兩類 第一類就是Rapacell 這個就是 譬如是 我們會說 它本來是有Nucleus 但是它成熟之後 就會沒有Nucleus 那這個功能就是 它會留一些空間 可以裝多些Hemoglobin 去用蛋白 帶著更加多的Oxygen 即是提高了它混氧的能力 那另一類就是 Plant有關的 那它就會在Vascletich 圍管組織那裡 那第一個就是 Cyllum Cyllum 即是木質導管 它裡面的Cyllum vessel 即是木質導管 它中間 它曾經有過Nucleus 有過Vecchio 有很多其他東西 但是它去到成熟的時候 它裡面的Cell的其他部分 其實全部都會Degrade 接著打通了 最後就好像剩下Cellwall 而且Cellwall也不完整 就是打通了 即是兩個Cellwall 之後打通了 那就變成了水管 那另一個Case 就是Folm裡面的 那些Cellwall 它沒有拆得那麼乾淨 但是都是很多的部分 即是Cell原本的 很多的Organite 都是Degrade 在Cyllibus裡面 詳細說的就是這兩個 而今次題目的問 就是眼睛的Lens 晶體裡面的Cell 我們其實課程裡面 沒有特別這樣教 變成你就要轉一轉彎 課程沒有直接問這條問題 但是課程裡面 是有其他Marking是相關的 那譬如在眼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 哪一段的Marking 是最適合用來修改 去答這條問題 他現在就問 如果那個眼裡 它是有Organite 即是有細胞氣 那會怎樣 有些東西在阻礙光 那其實就像 白內障 像Karatek 那譬如這個Cataret 白內障 它是怎樣呢 那就是它的Lens 就變成了Cloud 變成了混軸 然後那些光 打下去的時候 就不能夠很暢順地穿過 有些可能是反射了 折射了 那總之你最後呢 就令到那個Image 它射頭射下去的Rectina 那個時光幕的時候 就你focus得不好 即是你有些東西散開了 那這一段呢 就可以用來 搭這次的那條 即是你把它轉化了少少少 或者自己拾生 看餐吃飯 轉一轉彎 你可以用來搭這次的那條 那我們看看那個Marking 那它給的概念 就是兩部份 那第一個就是 那些Organite 如果存在的話 那會怎樣影響那個Lens 那第二就是那些光 穿過了那個Lens 然後去到Rectina 會有什麼影響 那你會見到 我們看看下半部 例如例子 那裡 那頭那個部分 就是譬如那些光 那些Organite 會令到它scatter了 即是散射了那些光 那是比較specific 對應於這一題 那但是你會見到 那它後面 那些精體運作 或者不透徹 就是那個Lens 會變得不明顯 其實它這樣也接受 其實這個就是 剛才已經說 八六象那個Marking 那其實開頭 就是 那就是 你說它scattering 那些光散射 那些是比較好的答案 來的 但是呢 可能不知道 會不會比較少 給我答到還是怎樣 那其實你答到 八六象那個 改一改 它都是照收貨的 然後呢 第二個項目 就直接跟八六象 是一樣的 那這一題呢 那個評論 Exempt Report 就說是表現欠階 那很多同學都知道 有那些Organite 那些細胞氣會影響光線通過 但是 描述得不準確 那我估計呢 其實就是 它是 原本設計這條題目的時候 就想大家 答第一個Point 就是那些細胞氣的存在 令到光線散射 就是那些Lights are scattered 但是我估計 太多人回答不了 那可能就放寬一點 所以變成那些Uncleared 那些照比分 那之後呢 你就要說那些光線 之後會怎樣 其實就是 答題記號裡面 你遊蕩 你就步步流程 一路一個一個Step 這樣寫下去 那就是 一個合乎邏輯的描述 然後我們再看B Part 那B Part 就剛才眼那裡 問完動物 那Plant Sale又怎樣呢 那Plant Sale也有些Cell 是在它化學的時候 就是Defensier 分化的時候 都有一些Organel 有些細胞氣是降解了的 那你就舉出一些例子 然後就解釋 那那個Degradation 那個細胞氣的降解 有什麼那麼重要呢 那其實我剛才都說了的了 那其實就是一個 Vest Galabundo 就是這個維管速度的方向去想的 那第一個答案呢 就是Silent Tube 或者Silent Versus 就是木質導管 那它為什麼要分解它中間的 那些Organel 那些細胞氣呢 那就是因為它形成一個Horotube 一條空的管 然後呢 等水走過的時候 那個阻力 resistant 是低一些 那是要寫到降低resistant 就是Horotube 空的管 接著就Reduce Resistance for Water Transport 就是形成一條空的管 於是呢 就 渾水的時候 那個阻力低一點 那這個是整個要寫到的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想著 你就這樣寫到 那些keywords 意思不完整 就有keywords 就tick 不是的 你真的要完整的意思的 那第二個答案呢 就是sirftip 就是那些西館 那那個原理其實就差不多 不過那些細節有少少不同 那這裡我相信 比較大路的答案 是在Sylum那邊 就是木質導管那邊會好些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marking 可能你剛才也有試過做 或者是你做完才來看這條片對答案 那你覺得自己的答案 跟這個marking比較 是不是有分呢 那你可以停一停 你自己對一對 然後我就會開那個exempt report 再跟大家講解它的tricky位 好 那開估了 那exempt report 就說這一題 大家都答得很差 那因為它真的很多復位 那第一個point 就其實不算復位 因為如果你解釋不到那個細胞氣降解 那些organile的degradation 有什麼重要性的話 就是我剛才說 reduce resistance 降低阻力 那我看來運 如果你答 你答的是SylumVersal 就是木質導管那就是水 運水的阻力 如果你答的是shift tip gas 就是西管的 那又是運輸一些借糖的阻力 那如果這個答不到 你就真的不懂 就不是它陰你 第二個point 就真的比較惡毒 我都挺討厭它玩這些tricks的 那它就說 大家其實知不知道 木質部 就是Sylum 或者印皮部 英文就是Folim 其實它不是sell 它是Tissue 然後就靠你分了 那這類東西 我在北原區 那個答題技巧的第一條片 那裡就有說過了 文字篇那裡有八招 那是關於其中第二招 分門別類那裡 我有說過的 那這一招的要點就是 你要注意這個題目裡面 它問是用哪一個字去問你 即是它要回答哪一個類型的答案 具體來說 你如果用一個cell做一個起點的話 一個cell裡面有organic 有細胞氣 那那些organic裡面 你再拆細些 它就不同的bio molecules 不同的生物分子 那如果你向大那邊 即是一堆cell 它在同類的cell 它再組成一個Tissue 一個組織 那一些Tissue 就再組成organ organ組成系統 跟著不同的system 再互相合作 那就是整個organicum 即是整個身為的個體 那你一個身為的個體 你還可以再分 那現在呢 向上那個方向 就是 如果你是向ecosystem 即是ecology 生態學那個方向的話 那它就是在同一個habitag 都找到的個體 同一種species的個體 那就是population 那它也可能是問你habitag 或者是community 或者是ecosystem 那這一類分類的定義 大家可以找回 我講ecosystem的片 那如果是向下的話 那就不是去ecology 那個方向 向cacification 即是分類學的方向 那它在問你 可能是問你 哪個 一般是問species 或者general 即是物種或者屬 那中間呢 中間那些科目 江門那些就比較少問的 它跟著呢 再跳就會問kingdom 或者是domain的 那它究竟問你哪一格呢 你就要用那一格的字去答 那同樣的玩法呢 其實是2014年 它已經開始玩的了 那譬如這一題 就是1b的第二題 那有一幅圖 它 label了 即是有些label 指著一些東西 那它就說 那個是什麼sale呢 那大家又可以想一想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答案 你應該寫什麼下去呢 那就可以給大家幾秒 然後大家自己可能寫下 然後我會對答案的 那上高那個呢 就是cellated epithelial cell 即中文就是千毛上皮細胞 那如果你寫了cellated thilia 或者中文寫了千毛上皮 它不給分你的 因為呢 我不是問你那個tissue名 我不是問你那個組織名 我不是問你那個細胞名 我不是問你那個細胞名 你後面一定要加細胞的字 那下面 即是第二個 Milcus secreting cells 黏液分泌細胞 那又是一定要寫到那個cell的字 那當然啦 有些同學就指著 那個是Nukias 那Nukias就不是一個cell 那它又不給分了 這個呢 就反映了 究竟DSE是要求大家 溫溫溫有多仔細 其實這一部分的內容 你理解了 其實你溫溫的細胞 木質部差不多 那個Defense Station 都已經很完整 我個人覺得 那它不是的 它是要你寫的 不是細胞 是細胞 是細胞 那個cell 叫做木質導管 它這樣才給分你 那Folum的情況也是一樣 那你寫Folum 它又不給分 因為是Tissue來的 它要你寫到Cyptive 即是西管 才給分 那所以就 那些答題技巧 那個白眼片 各位會員 就真的要重複看 那個意識 你要寫在腦上 即是你寫記住 那你才去到這麼仔細 如果不是很多時候 你大概溫溫了 你都會覺得明白 但你去到考的時候 你還是得不到分 那麼我們回到 那我們回到 那個Excel Report 的第三個項目 那這些就比較仔細 那如果你寫了 這個Cylam 即是木質導管 那個內容 那如果你寫了 它Support 即是支持的功能的話 那這個都沒有分 因為呢 它要Support 要支持 它那個方法 並不是 不是分解了那些細筆器 而是加厚的Sell 那它現在問你 為什麼要分解這些東西 但是你回答那個功能 是跟加厚的Sell 有關的 那就給它離題了 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有些同學 它會寫到 某一類型的Plant Cell 是沒有Coloplus 即是沒有葉錄體的 那這個概念也不對的 因為對於那些Sell來說 它不是產生了Coloplus葉錄體 然後再將它Degrade降解 而這個情況 才是符合到題目的要求 那對於那些Sell 很多Sell來說 其實只要它不是在Sell表面 不是綠色的話 那它根本一開始 就已經沒有做到Coloplus 一開始就沒有葉錄體 就是從來沒有 從來都沒有的時候 那你回答這些 也都不會有分 那對於這些 這麼微細的Plant來講 大家自己找完書 做Past Paper 就可能未必 每一題都可以看得這麼仔細 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覺得想找我看一看 你做了那些Past Paper 自己有信心一點 就可以對證下去的話 那就可以看回 這條片下面的Google Form 就能夠看得到 那些Past Paper 就能夠看得到 那些Past Paper